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为零一半 你孤步孤单 可期待相见的花园 那彼此的第一眼 都说受爱难 难余像晴天 我俩一望着前 连身都没有转 下雨就用一把伞 我在左边 你在右边 累了你就闭着眼 靠着我的肩 冬天我走在前面 为你阻挡风和寒 手和袖紧紧相连 像是在重点 冬天我走在后面 陪你晚睡又想 那阳光都很暖 看白花成眼 看白花成眼 伯 роль 你先睡了啊 站住 谁也不许走 爸 爸 我妈这什么情况啊 你妈说得对 谁都不能动 你们都过来 多么善良的母亲 多么慈祥的母亲 你妈给你俩起点茶 喝吧 老彤 谢谢妈 不是孩子不懂规矩 你也不懂规矩啊 妈 好 我走了 喝吧 今天什么日子 星期五 儿子结婚 你看 我这些高兴都忘了 你看 那这是什么意思 给你妈清茶 来 来 你看 我妈已经接受你了 妈 慢着 小李啊 真的 我打心眼里 没法立刻接受你这儿媳妇 所以这妈你不能叫 所以打今儿开始 叫我袁老师就行了 嗯 我觉得您说得也有道理 袁老师 您喝茶 对 叫袁老师更亲切 那我我叫您佟老师还是叫您什么呀 哎 叫茶都行 嗯 随便啊 我叫爸 嗯 爸 请喝茶 哎 好 嗯 嗯 好 好 好 你看 哎 哎 这钱拿着 嗯 啊 啊 这领的爸就不给你了 没有思想准备 你拿着吧 我 爸给你的 这个 那我给你拿着 哎 大伙都累了 一天一宿了啊 回去歇着吧 哎 好 谢谢爸妈 说话了吗 我说话了吗 你妈说得对 姓名 李文宇 你 你 你文宇就是那个文就是 文 雨 下 下雨的雨 哎呀妈 人第一次上家里来 弄得人那么紧张 乱七八糟 我会说错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说对了 出生年月日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是 玉人姐 合着你出生当天就跟我们闹着玩啊 日子选得不错 父母做什么呢 我妈是那个上海滑稽剧团的化妆师 他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后来他就下了海 然后开了一个茶餐厅 我爸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你爸做什么的你不清楚 那我做什么的你清楚吗 二十二岁 我就到了公安局预审科 工作了二十八年 这二十八年里我审过的嫌疑人 数以万计 前一阶段 我是因为参与了一件大案 导致身体受伤 所以才提前病退 据我观察 你从做到那儿开始到现在 你一共摸了三次鼻子 抿了一次嘴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说的话根本不可信 现在想 你爸到底做什么 说清楚了对你有好处 我爸以前是滑稽剧团的演员 后来犯了点错误 然后就被开除了 后来他就一直喝酒 然后我妈就跟他离婚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 他见过我一次 给了我一次生活费 带我吃了一下肯德基 后面我就没有见过他 然后他就结婚了 后面他干什么 我真的就不知道了 哪个大学毕业的 从基大学学设计的零武器 毕业证哪里我看看 妈人家上北京来 又不是来找工作的 带毕业证干吗 结婚来了 顶多也就带户口本啊 那就回头让你妈 给我寄过 嗯 以前出过男朋友吧 交过 几个 两个 先说说第一个 怎么认识呢 你们俩有没有 发生过性关系 有吗 说什么呢 行了行了行了 走吧 咱修一起去 困了睡觉了 快快快 妈没问完呢 没问完了 困了睡觉了 把第一个出男朋友 那个过程 告诉妈呀 老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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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说得定 我跟你说啊 你说你干什么呢 那个 我妈这个人吧 其实挺善良的 就是性格比较直爽 然后嘴有点快 你就建议啊 我李文宇什么风浪没见过呀 再说了 一般的试用期都是三个月 你放心 我一个月 就让你妈给我打五星好评 那要不要给你个赞呢 亲 亲 包不包有啊 这些奇笑店成本太高 不包有 亲 点个赞 你妈叫什么名字啊 我要说出来你可不能笑好吗 嗯 我妈叫 泽 泽是原泽的泽强 是强大的强 泽强 挺好听的 你点着念 原泽强 嗯 原泽强 嗯 我去谁给你妈起的名字啊 你看我说你不许笑 这事我也挺慢慢的 我一直在琢磨到底是谁去 我也不知道 我妈是因为叫了原泽强 所以她原泽很强呢 还是因为她原泽很强 所以叫原泽强 人如其名 对 如雷冠儿 那你爸呢 不许笑 又不许笑 对 叫 我先笑啊 行不行 好 你说 叫童心 心情留心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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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这个反应 你这样太逗了 太烦人了 我跟你说啊 我爸我妈这个名字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童年的阴影 以前上学的时候 只要是开家长会 不管是我爸 还是我妈 只要他们谁 任何一个人去了 老是在上面 一喊他们的名字 台下的反应 跟你一样 那相比之下 你的名字又太逊色了 对 弱爆了 是啊 怎么着 也得叫个同贞同装 什么的吧 同库 同同 对了 对了 你帮我上去 来 哎 那么钻过来了 个儿小嘛 方便 个儿小 哎 就跟人说相上的说的一样 说穿一高跟鞋 从夏立底下走过去 都不带柯子脑袋呢 还是挺身走过去 不足其事啊 这个 来 赶紧 坐好啊 别掉下去了 媳妇 你第一天到我们家 为了让你在未来的斗争当中 不至于说得那么惨烈 我准备送你一样东西 一旦到你扛不住的时候 这可是你的锦囊妙计 什么 一本书 三十六记 哎哎哎 这里边我知道一记 是吗 三十六记记记都是妙招 你知道哪一记啊 早为上记 小齐 小齐啊 是有人叫我吗 嗯 不管 小齐啊 出来一下 妈 快点 走吧 我还想亲一下 小齐 走吧 色狼 流氓 好 怎么了呀妈 跟妈去一趟商场啊 不是 这都一天一宿了 就孩子们睡会儿吧 少说话 哎 儿子啊 你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新婚第一夜是入洞房 那婚房没布置好怎么入啊 赶紧的跟妈去趟商场 干嘛呢 你留在家里 看你这孩子 马上回来啊 你现在回房间 把这身衣服换换 待会儿出来跟你 跟我们家老童好好聊聊 跟我聊上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 你是不是手根筋呢 家里来了一个不认不识的人 一点都不了解 你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待会儿出门 该问的不该问的 给我问清楚了 记好了回来给我看 他爹都叫了 我改口钱都给了 还多一下 少说话吧 这为什么呀 看看家里的东西 万一是骗魂呢 这老公公东西跟儿媳妇有什么了的 我问 问什么呀 我 不认识的 儿子 你跟妈说实话 跟那姑娘到底认识多久了 三十三天 婚礼上说的话句句属实 我骗你干吗呀 我宁愿你骗我 刚认识一个月你就敢结婚啊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对她情况了解吗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家庭是什么状况 你清楚吗 您不是见过吗 她妈在上海开一家餐厅 这事您知道啊 儿子 妈一直认为啊 你是一个很稳重的孩子 可这件事办的 太让妈失望 是 你现在长大了 应该婚姻自由 可这也太自由了 有一句话 叫门当户对 没听过吗 不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啊 那还有一句话 叫情投意合 一见钟情呢 女呀 好 我想问问 这床上用品有大红色的吗 结婚用的吧 恭喜恭喜 谢谢啊 问吧 那第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您不是说要问我的吗 对对对 是我要问你 行 就这套吧 好 麻烦你帮我包起来 好的 您稍等 醒醒 这干嘛呢 你困呐 一晚上都没睡 行行行行 聊会儿啊 是吗 那个 小李 他叫什么来着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人叫小李小李的 人家叫李文宇文文 那记不住名字 怪妈呀 你说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接得那么仓促 能不能打起精神来呀 妈跟你说正事呢 真心困 性别 女 年龄 八八年什么的 数什么的 数龙 几月份生人 四月一号 春天的龙啊 我 我是那个白羊座 不 你数龙的怎么又是数羊的 你到底数什么呀 不 我是数龙的 我是白羊座 白羊座是星座 星座什么意思 星座就是有十二个星座 是国外人研究的 能看出人的性格 我什么星座的 您几月份生的 我九月 九月份 处女座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 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怎么说话这么没大没小的呢 我是男性 我怎么能是处女座呢 我就是处的话 那他 他 他 他这个星座 他不分男女的 妈 这不有成大了吗 你还挑什么呀 那能一样吗 妈问你 你们俩领结婚证的时候 财产公证了吗 公什么证啊 家里的房子是您的名字 我所有的钱都在您那儿 我也没什么可公证的呀 对了 我有个胯子 要不然也拿去公证一下 就你那破胯子 能不能到五环都两说 爸 你刚才问了好多问题 我能问一个吗 别说一个呀 十一个 我 就是昨天啊 咱们去婚礼上 那个姐姐她怎么没住这儿啊 你吃饭了吗 冰箱里什么都有 生的熟的半熟的 想吃什么自己拿自己做 我呀从小就有个习惯 到中午必须得睡一会儿 那我去吧 好 爸您也好了 没事没事 妈 哎 哎哎哎哎哎 快点 你看你怎么往那儿出出来 那有什么东西 够了 什么 哎 哇 让你们早 儿子 妈有话跟你说 我进来了啊 哎 妈过来看看 你们俩这昏床 坐没坐 这不能随便坐 咱们家是有讲究的 这床坐过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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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坐过了吗 谁先坐的 我我我先坐的 到底谁先坐的 真的是我先坐的 那我的床不是我先坐吗 要是你先坐的 那就没什么说了 哎 妈 这谁先坐床 还有什么说法吗 这傻孩子 咱们老佟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你不知道啊 结婚当天晚上 这昏床谁先坐 以后过日子谁说了算 妈 那当年您跟我爸结婚的时候 我是不是您先坐的 再见 妈 哦 对了 儿子 我刚想起来啊 你们俩闹的时候啊 最好离那楼梯 还有那栏杆远点 那太危险了 好 您不回来了吧 还会不会回来吗 应该不会啊 那个 对了 那个文文 我你戴不戴睡衣啊 你要没有的话 我能有一套新的 戴了 妈再见 没事儿啦 再见 妈再见 我数到三 要是没回来的话 应该就不会回来了 一 二 三 行 我回来了 不不不不不 我有预感 我觉得你妈还得回来 红砖青砖 灰蛙青蛙 家伙 家蓝蛙 蓝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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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 我怎么总觉得 是不对劲呢 什么时候不对劲啊 儿子这样就算结婚了 你婚礼都办了 媳妇都住在屋里了 怎么可不就是结婚了办 要我说你这人吧 就是 大心大肺 儿子结婚是大事 你怎么默不关心哪 我怎么不关心呢 关心哪 婚礼我也参加了吗 这不 我现在给你拿大厦红砖厂 这不写唱歌了吗 我还关心啥 不靠谱 接下来 该干嘛 我想想了 应该是 干嘛 你妈说我不能先做车 管那么多干嘛 这几个意思 我 我那个 你后悔了 你后悔吗 我怎么会后悔呢 许多你是我这辈子最清醒的事 我永远都不后悔 我觉得你妈还是会进来 我妈不会来了 我有预感她还会来 我了解我妈 我妈都进房门关了灯了 她不可能再来了 我求你了 你别在这儿行吗 吓得不行了都 你 你再来了 我 你知道底啊 儿子 儿子 给妈开门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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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猜想起来 你没吃花生吧 没有 那就好 不能吃啊 上次吃完之后 你看那脸都肿那么大 那个文文 记住了 我们家小齐啊 吃花生过敏 三粒五粒的没问题 超过五粒以上 那后果不堪设想 记住了 没吃就好 一 二 二 三 儿子 那个睡觉之前 别忘了关空调 啊 上花 继续 我不去 你还怕我妈来啊 你放心吧 我妈不会来的 就算她来也没关系 我已经慢慢都堵住了 可是我就是觉得你妈总会来 不会的 你想啊 我该嘱咐的都嘱咐完了 她还来干嘛呀 可是我就是觉得你妈还会来 你就相信我一会 我妈不会来了 哪儿有什么呀 你虚什么虚 虚虚 儿子 不要 别 儿子 儿子 妈 您又要干嘛呀 你不用给妈开玩 妈给你晾得白开水呀 可以喝了 放到门口了 别管喝啊 听没听见呀 跟妈回个话啊 听见了 怎么了这是 你把门都堵上 你妈得多伤心啊 不是 你等会儿等会儿呢 这开着门什么意思啊 开着门睡呗 那我妈要一晚上不来 你还一晚上开着门啊 我刚刚才会儿到你家上班 老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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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快醒醒 那谁 快醒醒 老童 你快起来 快起来 你怎么了 你看看是不是那屋出事了 哪屋啊 儿子那屋门开了 能不能是有什么坏人来了 你去看看去 快去 快去 不用看我知道咋回事 你老去瞧人家门 人家没办法就敞着门睡 省了你再瞧去了吗 这不就这么个事吗 看什么 能是那么回事吗 就是这么回事 臭小子 我们去 我求你了 快睡吧 你看都几点了 东方都犯出鱼肚牌了 有事明天再说 我闻门去 快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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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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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死了 爸 爸 吃饭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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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哎呀 哎呀 妈这都可好吃 人家就挺像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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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吃饭 来 吃什么饭吃饭呀 一点规矩都不讲啊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饭不能随随便便吃 因为咱们家现在多了一口人 知道吧 老童 坐回你原来的位置 这筷子就不能随便放 这筷子 把饭盛完之后 要这么放到晚上 这一看又整洁又有规矩 对吧 还有啊 你叫李文宇是吗 嗯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已经到了老童家了 我们老童家 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家庭 对吧 咱们老童家 那是有优良传统的人家 有吗 很讲究 我说 所以呢 坐有坐样 站要有站样 吃有吃的样 睡觉有睡觉的样 你比方说 就拿这顿饭而言吧 老人没落座呢 你们当小的 就不能先坐下 等老人把饭碗端起来 吃上饭之后 你们才能端起碗来吃饭 要不然 你们只有伺候着 和看着的份 这懂吧 这点规矩能记住吗 您说慢一点 能再说一下吗 我拿手机录一下 这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 就这么点事 你录什么 拿出你那个千里追夫的那勇气来 还要录你 我记性不太好 我录在手机上 然后我回去以后 可以一遍一遍地听 一遍一遍地听 那个袁老师的声音如木骨沉钟 使我时时惊醒 开饭 走了 你这干嘛呢 你呀 知道了 你干嘛呢 我在这给人讲规矩呢 你看你这饭 梯里吐噜噜的 你有没有点样啊 你来我们家呀 有很多生活习惯呢 你得适应适应 我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比较讲究 可能跟你妈不太一样 所以我说的话呀 你得记住了 你比方说咱们今天买这些蔬菜呀 肉啊 豆类的呀 还有这米什么的 可不能随便放 好 好 好了啊 晕衬衫 得先从领子开始 使这种晕痘呢 就不能直接放到这布上 容易出皱 领子发亮 不好看 得用毛巾 然后才晕 得慢点 来 你试试 林老师 我 我还不是特别会 我希望您能帮我 多做几次示范 然后我学好了以后 再开始实践 多做几次 那我要是动运完了 你干吗呀 不是这个意思 抖一抖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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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破这么大一栋 这哪件衬衫呀 我的妈呀 这是老童所有衬衫里面 最贵的一件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捡便宜的运呀 你怎么能运这件衬衫呢 不是 我是听你说的 那个推一推抖一抖的 抖一抖你抖了吗 你抖不可能漏的 我抖了 你看你看你看 这就是抖了 一定使你把你运抖 放在这儿了 没动 为我一直抖一直抖的 文文 你想我没有啊 我好想你啊 我也想你 但是我现在没时间想你 我收拾东西呢 我今天早上又惹你妈生气了 你这一上班啊 我跟她两个人在家 大演邓小演的 我就总惹她不高兴 别不高兴了 那什么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夹在那本三十六记里头 你去看看 文文 我们竟得出招了 兵法有云 瞒天过海 晚上我已定好酒店 随时等我电话司机出动 不管用任何方法 要让袁老师放你出门 堵上我们的洞房花竹叶 升文 小杨还挺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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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儿子 去石家庄出差 那你今晚回来吗 妈懂了 路上小心点 妈在你旁边吗 嗯 那现在你别说话了 千万千万不能让妈发现了 她要是知道我们就完蛋了 我这边呢 我这边呢已经准备就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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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啊我会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都发给你 我房间号都发给你 咱们晚上见 咱们晚上见 我有一个同学来北京了 是上海的 我想去跟他见一面 我想去跟他见一面 他叫什么呀 嗯 林心儿 坐飞机来的还是高铁 飞机已经到了 他失恋了 我正好就去陪陪他 今天晚上可能就 不再假住 那去吧 谢谢杨老师 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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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盯紧了啊 盯紧前面这辆车 别跟丢了 大姐 您老公出轨了 是什么呀 是谁老公出轨了 别乱问 你就负责开车 别把车给我跟丢了就行 好好好 出来了吗 我出来了 放心 一切顺利 那好 一会儿见啊 好 那一会儿见啊 拜拜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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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什么来说 我给你帮我帮覆别玩 我 entreg also会上车 来点赞 说明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哪儿去哪儿 等一下啊 叹叹叹叹 妈 元老师 李文宇 你不是跟我说来会见女朋友吗 你的女朋友在哪儿啊 看看你穿成什么样了 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认不出你了是吗 是不忘了我做什么的呀 打听打听 我在公安局工作了多少年 我在公安局 工作了二十八年 别说你这样了 我告诉你 就那些不良妇女 你问问我我审问了多少 去问问 别说你这点小把戏 比你厉害得我见得多了 刚结婚就这样啊 背着我儿子跟别人约会 还跑到这种地方来 这是什么地方 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你对得起我儿子吗 元老师 元老师 我不是这个 站住 站回家 一动不许动 今天我就跟你叫叫这儿 我看看待会儿谁进来 等他一进来我就报警 我把你们俩抓起来 然后就把这黄色的窝点给他断掉 这瓶红酒你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在路上最好把自己灌得危罪 全身上下透露出那种酒的芳香轮 元老师那别这样 人家酒店是正常营业 又不涉及黄赌毒 到门打开的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用你的嘴 把酒味到他的嘴里面 这样才能激发出这个酒 独特的芳香气味 不许出去 站回去 站回去 一动不许动啊 站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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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韩元老师我帮你看 不好意思 不瑕 pastors 你先闪开 我自己 Brilliant 快点 快点 回家 是非掠過漸漸明白 幸福在意料之外 投入時光 結果看看不好不壞 今天為幸福而來 牙籤手不再放開 珍惜的人不會等待 那處世界好好相愛 今天為幸福而來 讓平淡也有精彩 擁抱過我真心不甘 哪怕知道難兵斑斑 今天為幸福而來 要牽手不再放開 珍惜的人不會等待 不會等待 那處世界好好相愛 今天為幸福而來 讓平淡也有精彩 擁抱過後真心不甘 哪怕知道 兩平凡斑斑 不甘心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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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祈禁 祈禁 嘔中心不甘